欢迎收听韩秀柱 折射 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 西方流传着一个政治笑话 说是莫斯科老百姓的幸福观是这样的 如若秘密警察深夜造访 并声言 彼得 彼得罗维奇 你被捕了 而睡眼惺忪的你能够拿出身份证 并朗声回答 对不起 我是伊凡 伊凡诺维奇 那就是莫斯科人最大的幸福了 可怜的北京市民没有这样的幸福 公安人员造访的时候 绝没有找错人的机会 街道委员会遍布每条胡同 积极分子们不仅知道美家姓什么 名谁 祖宗八代的历史 而且熟知美家的财产情况 邻里关系 连你家有几个盘子 几只碗都清楚得很 怎么会遇到张冠李贷 弄错姓氏呢 所以北京人若是要得到莫斯科人可能得到的幸福 必得多动脑筋 研究应对之道 方有一线的机会 我和公安人员的相聚机会不少也不多 第一次就是我在六七年圆月碰上的一次 当时我紧张万分 事隔多年回想起来 只是侥幸而已 从西郊回来之后 我和外婆在灯下 在黑暗中聊到半夜 桌上的小钟直到了两点半 院里忽然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 外婆和我都一下子坐了起来 外婆还没有找到鞋子 敲门的声响了 当时我虽然毫无经验 但是下意识地 一把将外婆拉回床上 让她躺好 一边跳下床 开灯引门 门一开 是田书帽打头阵 身后跟着两个身穿制服的民警 后面还跟着不少人 有男有女 足足二十来个 多半是生面孔 查护口 田书帽神奇活现 外婆 咱们的户口本在哪呢 我向床上的外婆转过身去 抽屉里 外婆十分从容 靠着枕头 半躺半卧 好像查户口是家常便饭的事 一个民警伸出手 拿起我家只有薄薄两叶的户口本 看了一眼 从胸前的一袋中抽出了一支笔 拿出一个小本子 翻开来 开口问我 叫什么名字 韩秀 跟户主什么关系 祖孙 外祖母跟外孙女 他们家没男的 田书帽在旁边补充着 嘿嘿笑着 家庭出身 民警继续问 职员 旧职员 北职员 田书帽又补充 本人成分 学生 职业 插队青年 插队的 对 哪年 哪啊 民警抬起头来问我 六四年 北京第一批集体插队的 你母亲就你一个孩子 怎么也插队了呢 她皱着眉头 不知道 我回答 同时我发现 插队的事 使民警的脸上的表情 柔和了 而且 田书帽大大的 不自主起来 另一个民警 对着礼物门上的封条 瞥了一眼 开了口 你回北京 怎么不来派出所 报临时户口呢 田书帽说 住三天以上 报临时户口 不住三天以上的 在传达室 申报一下就可以了 手里拿着小本子的民警 狠狠地瞪了田书帽一眼 又问 他在你们传达室 登记了吗 登记了 他回来几天了 不等田书帽搭枪 我递上了火车票 今天是第二天 明天一早就走 这是火车票 嗯 明天一定要离开 要不然 可是你自己惹麻烦 民警把车票退给了我 转身走了出去 一堆人乱哄哄地挤了出去 我心里秃秃直跳 心想 火车票居然封了他们的嘴 他们竟然没有问我 要公社证明 哦 谢天谢地 我呆呆地看着地板上 肮脏的脚印 忘了该做什么 靠着桌子站那儿 觉得好累 门轻轻地推开了 一个身材高大的人 在门框上 低了一下头 走了进来 此人熊腰虎背 头发略有一点灰白 两只眼睛里闪着笑意 静止走了进来 我姓戴 本单位的造反派负责人 他拉过椅子 一屁股坐了下来 我听见身后的响动 外婆点着了火 喷出了一口烟 你母亲在学习班表现不错 交代也还算是彻底 我们严格执行党的政策 你母亲希望 第一批离开学习班 工资可以照领 也可以回家住 相信群众 相信党 这本来就是他唯一的出路 我只是呆呆地听着 你和他不一样 17岁就参加革命了 努力改造自己 我们也有耳闻 可是17年的影响 是根深蒂固的 这你也不能否认吧 我还是一声不响 但脑子里开始转动了 特别是我们认为 你在新中国成长 一定对美帝国主义 清华史有一定的了解 解放前 美国兵开着吉普车 在街上横冲直撞 压死中国人 照样逍遥法外 可就在那个时候 你母亲就跟着那么一个 美国人跑了 还生下了你 你想想看 这种行为 不是民族败类 历史罪人的行径 是什么呢 他口墨横飞的样子 竟像在法庭上 宣判我有原罪一样 一股怒火在我的心里翻腾 身后 传来外婆的咳嗽声 我咬紧了牙关 一声不吭 把火气强压了下去 你回去以后 要好好的认识自己 这一段历史 和这段历史 彻底划清界限 现在 有你在山西的领导 和同志在北京 我们会和他们 不断保持联系 希望你能够在劳动中 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重新做人 看我依然是一言不发 他站起身来 明天 你母亲不能回来送你 我的话 你好好想想 顽固不话 是没有好结果的 时间不早了 我走了 关上门 挂上了门口 转过身来 靠在门上 我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 猛然间 我发现外婆的脸铁青 正一口一口地喷着烟 外婆 你认识这个人 何止认识 她的骨头烧成灰 我也会认出这条狼 外婆慈爱的脸上 竟充满了怨恨 我从未在外婆安详的脸上 看到过这样的表情 外婆 她是 她叫戴静德 其他的 我现在不想谈 外婆缓了口气 拍了拍我的手背 看起来 远走高飞是对的 越远越好 要不然 依你的性子 拼掉了性命 也是大大的划不来的 外婆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再回来看您 放心 我会好好活着 看这般东西的下场 你要好自为之 二十岁的女孩子 千万自重 自爱 别让我为你担心 外婆 我记得了 第二天清早 外婆从口袋里 摸出五元二角五分钱 放在我的手里 外婆 您把最后一分钱都给了我 您怎么办 拿着 我总有法子 信戴的不是说了吗 你还不放心 外婆的唇边 浮起了一丝苦笑 手里一个小包 包里有那双千针万线的袜子 袜子里紧紧裹着那只小铜壶 我走了 贴身的口袋里 加上了一卷钱 钱上还带着外婆的体温 好孩子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记得 耳边还想着外婆的叮咛 我上路了 门铃响了 你站起来去开门 啊 你好 你们的信 谢了 进来坐下吧 不用 明天见 是康先生 是 他在学校念书念到四点半 等信来了才回来 你边说边坐下来 谁来的信 是贝先生 我托他在日本 替我们物色一下车子 他来信讲了情况 开了一张单子 我们在北京只有两三年 车子又不能带回美国 不必买太好的吧 我同意 但一定要四个门 为什么 外婆八十多岁了 要是我们陪他老人家出门 两个车门的车子 上下不方便 对老人来说 舒服是最要紧的 你回答 多少事态炎凉 真的已成过去 心头的暖意 竟使我一时 开不了口 后来呢 你放下信 轻轻地问 后来 那是一连串 见怪不怪的日子 三天不见的北京站 又有了新的气象 满墙是大字报 小字报 满地的纸片 加上旅客的鞋底带进来的泥水 乌七八糟 后车是横七竖八的堆满了人 空气污浊不堪 我目不歇视地找到了 金包县的站台 照例检票上车 北京毕竟是骑驶站 车门口还有一个检票的女乘务员 胸前别着三八列车组的正章 我排着队 移动到她的面前 把车票递过去 吐鲁番 我报了地名 她随口唱一句 吐鲁番 并没有伸手接我的票 这时我才发现 我前后的人 手里都没有拿着票 只是唱一句地名而已 心想 这上车不检票 大概也是铁道部 夺权以后实行的新政策吧 好不容易 找到了自己的座位 一看 座位上竟躺着一个军人 一个人站了三个人的座 正在吃着一个苹果 一边吃 一边把苹果皮儿吐在地板上 一边还骂骂咧咧的 酸掉牙 他娘的 同志 对不起 我的座号是97号 我还点了一下窗口那个位置 意思是 只要他坐起来 我就能在窗口那边坐下就成了 绝没有照麻烦的表示 他坐起来把军帽拉拉正 看看椅背上的号码 又莫名其妙地 看看我 站了起来 向通道对面的人喊 喂 老冬瓜 这坐车还有号吗 不是得哪儿就坐哪儿吗 应声的人 把手里的扑克甩出去一张 头也不回地打道 人家有号 你就挪吧 又甩出去一张 嚷什么嚷啊 左右看看 通道左边是两个位子的座位 每四个位子 成一组 靠窗一张小桌 打排正合适 右边是三个位子的座位 六个人对面坐着 左右两边 到处都是草绿色 伸手挡去了椅子上的苹果皮 挨着车窗坐了下来 不想一抬头 和那个老冬瓜的视线 碰了个正着 那个老冬瓜一点也不老 军帽挂在衣钩上 风机扣敞开着 翘着二郎腿 正潇洒地和其他三个军人 打着百分 我把头转向窗外 还有不少人在上车 车身剧烈地晃了一下 我回过头来 对面刚才还空着的位子上 做了一个身穿蓝制服的青年 中等身材 眉目清秀 看上去也就二十出头的样子 一双手指又细又长 正拨着一个橘子 小桌只有一尺见方大小 他的一张包装纸 却占了大半张的桌子 他一边把纸往怀里拉着 一边忙着道歉 对不起 我把桌子都占了 没什么 包装纸上印着 温州某某食品公司的字号 听他的口音 有很浓的南方味 心想 他大概是温州人 他的邻座和我的一样 都是军人 正伸着头 对着通道那边的战友们参谋着 他们是真的参谋 不仅触摸画策 而且紧张地满脸通红 看起来非常称职 通道那边的老冬瓜 在我的斜对面 依然是潇洒地甩着牌 过了一会儿 他手里出现了一根过滤嘴的香烟 马上他身边的人划着了火柴 他悠闲地用左嘴角叼住了烟卷 从右嘴角喷出烟雾 在烟雾中眯起眼睛 愉快地听着边上的人发出的真香的嘖嘖之声 车身晃着 窗外夜色朦胧 渐渐黑了下来 头靠着车窗打了个盹 只觉得右肩被什么东西压住了 伸手推一下才知道是临坐 同时也闻到了一股汗酸味 站起身来向车厢连接处的洗手间走过去 洗手间门口一位女乘务员正在把垃圾扫进垃圾桶里 我站着等 他直起腰来用套袖抹了一下汗水 看着我笑笑 竟是上车时的检票员 您又检票又搞卫生啊 我问 现在搞运动 车上人手少 大家都忙点 他腼腆地笑了笑 您有什么贵重东西没有 我们可以替您保管 他又说 看我没什么反应 又加了一句 这会儿 车上没有什么买票的乘客 挺乱的 我才问您 我扫了一眼 在我的座位上方 挂衣钩上挂着的蓝布包 笑笑说 谢谢您的好意 我没有什么要存的 心想 不愧是三八列车组 全国的模范 到了这天下大乱的节骨眼上 还能为成哥着想 出了洗手间 我愣住了 我的座位附近 一片吵嚷 呼啸声 好容易挤回车厢 一看 老冬瓜的一只脚 蹬在我的座位上 手指着自己的裤脚 嘴里喊着 给我舔了 给我舔了 站在他面前的 是那位不久以前 跟我说过话的女乘务员 她脸色惨白 一手提着垃圾桶 一手拿着扫把 眼泪在脸上躺着 嘴唇哆嗦着 却说不出话来 我低头一看 垃圾桶里有不少东西 其中有一个纸团 上面露出温周二字 想必是对面那位乘客丢进去的 地板上 还有一小堆苹果皮 又湿又脏 在人的脚下踩了一天 变成了紫黑色 通道上有水字 扫把上也是湿漉漉的 而老冬瓜的草绿色的裤脚上 有一点笑不得很挤 寸把长 对不起 车一晃 我没拿稳 等一会儿您换下来 我给您洗洗 乘务员结结巴巴的说 甭 你现在就给我舔了 老冬瓜的嘴角撇着 两侠拉出了两条皱纹 又深又长 形状真的很像冬瓜 周围爆发出了一片鼓掌 喝彩 打口哨的声音 女乘务员放下垃圾桶 从口袋里拿出一条小白手帕 流着泪 颤声说 我给您擦擦 啪的一声 老冬瓜伸手打掉了白手帕 又已拉 女乘务员立脚不稳 亮脚 我觉得身后有人挤过来 回头一看 几个女乘务员和列车长 站在我的身后 列车长是位中年妇女 紧抿着嘴 眼圈红着 回过头来 却觉得眼前一晃 女乘务员被人扶了起来 又顺势一推 跌进了列车长的怀里 怎么着 想找茬吗 老冬瓜 把腿从座位上挪下来 站在通道上 他的旁边 身后围满了军人 环顾一下四周 老冬瓜有恃无恐 狗拿耗子 你小子多管什么闲事 这闲事我管定了 我吓了一跳 可不是那个温州人吗 他站在那儿 车身晃着 他脚上一双松紧口的黑布鞋 却像生了根 钉在那儿不动了 后撤 温州人给了畏惧 不由自主 我往后退了一步 咦 身后没人了 外车厢挤过来看热闹的 和列车员一个都不见了 我缩进了车厢的连接处 只觉得车身猛晃了一下之后 停了下来 没有广播员的声音 大概是个不知名的小站吧 老冬瓜慢慢地抬起手 一把扯掉了领子上坠着的红领章 他旁边 身后 其他的人也都甩掉了帽子 一片声响地扒掉了领章 说是迟那是快 眼前一片草绿色 一群人向那个温州人扑了过去 只听一阵 哎呦我的妈呦 啊 又像割草一般 草绿色中 冒出了一点蓝 这个蓝点越来越大 终于站了起来 脚下是一片绿草红花 老冬瓜的脸上 红的紫的 什么颜色都有了 还没容得我回过神来 那温州人一手就抄起了我挂在衣钩上的书包 一把抓起行李架上的两个旅行袋 快走 下车 我抬头一看 车厢那边的军人都已经拥了过来 正值停车 他们跑得不慢 转身推开车门 跳了下去 脚刚着地 汽笛一声长鸣 列车从身后冲了过去 定睛一看 那个青年已经稳稳地站在了站台上 这什么地方 七条沟 地图上没有名的小站 已经在甘肃境内了 列车停在这儿加水 那怎么离开这儿呢 15分钟以后 有一辆慢车经过这里 那个时候 快车可能比慢车更慢 我也没放在心上 你怎么对这一代这么熟呢 走过几趟 雨声诚恳 毫无恶意 虽然站上夜色朦胧 但我们隔着两公尺的距离 在说话 倒觉得相当安全 晚风吹着虽然冷 可是离开了那污浊的车厢 却也觉得精神一振 你刚才为什么要那么做 那些高干子弟 也太没有人味了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高干子弟 除了他们 谁能这么嚣张 那你为什么把我也拉下来 他向西一点 还有那么远的路 跟他们挤在一起 你受得了吗 他说的可是实情 你去哪儿 我问 乌鲁木齐 比你远一点 你也是兵团的吗 南疆兵团 几十 三十 三十 那你为什么到乌鲁木齐去 他低头 拎了一下手中的旅行带 我有一个同学 在乌市的近郊治编 在煤矿上 井下劳动的条件太差了 不到一年就得了息费 家里给他寄吃的东西 他总是收不到 我回温州探亲 他母亲千叮零万嘱咐的 要我把这包东西送到他手上 所以我一定得去一趟 你是哪年治编的 1962年 那时候我刚高中毕业 一转眼四年了 说了半天 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苏丽荣 他伸出手来 韩秀 我也伸出手 他的手看起来细细长长 手心却又硬又粗 满是老茧 大概是干活的老手 我心想 我要到48团五连去 以后还希望多联系 五连 我在七连 周末去毛拉 必得经过五连 他神采飞扬地说 我掏出了地图 他马上画起来 团布 毛拉八扎 七连竟然成 顿角三角形 样子好像很近 我也乐了 多了个熟人 总是好的 正说着话 小小的车站 来了几个人 一个手拿着小旗 满脸乌黑的铁路工人 搬了倒叉之后 站在站台上 往东看着 另外两个人 走了过来 站在水龙头前边 揣着手说话 远远地 从夜色中 有两个人走来 在站台上 拖着长长的影子 一位中年妇女 十分憔悴的模样 在灯光下 她的脸 激进绿色 身上的衣服 破烂不堪 她身后 跟着一个女孩子 身穿着 短道膝盖的破裤子 光着脚 穿着一双破球鞋 在四九天的寒风中 色缩着 小腿和脚脖子 都红肿着 她低着头 肩上的两条辫子 像猪尾巴那么细 像草那么干枯 她们走近了点 确切地站住了 那个女孩子 抬起头来 脸上灰灰的 眉眼好像很端正 她们没有行李 只是悄悄地站着 苏立荣看见她们 低下头去 我想 这个人真有同情心 看到生活贫苦的人 就会难过 正胡想着 一列客车进了站 不错 正是苏立荣说的 那列慢车 站台上没有卖吃食的 所以也没有乘客下车 只下来几个列车员 接上水管子 往车上加水 顺便跟站台上的工人 闲扯着 车刚刚停稳 那两个女人 就往站台的中央挪了挪 离车门还有段距离 不像是要上车的样子 我和苏立荣往车门走去 迎面车上下来一个人 四十岁的样子 除了一身蓝之外 还戴着一顶蓝制帽 其帽不扬 毫无特色 她向那两个女人走过去 苏立荣也站住了脚 您发发善心 把这大姑娘带走吧 今年整十八呀 那个女人说 有户口吗 都是集体户 这是签户口的证明 公社开的 中年女人殷勤地点着头 双手捧上了一张纸 嗯 男人上上下下 打量着那姑娘 又嗡了一声 怎么算呢 啥都不用 您把她带走 家里少张嘴 就救了命了 要是 要是您方便 看着给吧 十斤 五斤 都成 那个男人 从制服口袋里 掏出了一个夹子 拿出几张 全国粮票 五十斤 谢谢谢谢 我们全家 都给您叩头了 那个女人 喜出望外 两手颤抖着 接过了粮票 走吧 苏丽荣捅捅我 上车一看 车内 多半是 乡下装束的老百姓 行李架上 都是大小的布包裹 找了两个空位子 我们坐了下来 用全国粮票 怎么可以 看着你怀疑的目光 我不禁笑了 别说外国人不懂 我在中国住了二十年 也还是第一次见呢 全国粮票 就是全国通用的粮票 出差探亲的人才会有 而且只有户口在城镇 或者国营农场的 总之是吃商品粮的人 才会有粮票 占全国人口的 百分之七十的人民公社社员 是没有份的 至于粮票的功用 我从小在城市 到了山西 也还在棉粮产区 对粮票感情不深 直到踏上了西行之路 我才略有所知 说来话长 只好 请你下回听分享了